40多款,但还是有好多人不太了解谁专硬贴纸 是为什么贴不上,为什么自己做得很厚 为什么自己做得有气泡,为什么自己搭不好 这次我们从头开始了解就懂了 首先贴纸一定要接磨接磨后才能细紧或泡水 泡水我一般要泡个小20秒这样轻松抹掉被纸 这里加快了两倍速以上正常是要20秒以上的 如果不接磨这个贴纸会非常非常厚,失去了水转印的优势 如果贴纸上有水是绝对转印失败的 不过可以这样试验构图 所以一般我的视频教程里都有擦干水分的镜头 如果擦干了还是沾不上那就是指甲油已经干透了 用一丢丢底油,随便拿瓶都行,要非常少量 轻轻摔在要转印的位置 但是如果亮度贴纸在抚平过程中可能会烂掉 干燥掉的樱花也是用这个方法转印 樱文轻轻抚平,抚平后图顶油就结束 你看,只要没褶皱,就完全没气泡 还有一个一直以来被很多人问的问题 于是我前两天去夜市随便买了一张 先来瞅瞅图案精细度对比,简直没法比 相同点是都需要丝膜才能使用 但是纹身贴很明显更蓝色一点 简图,丝膜,可以感受到表面真的很黏 因为晚生天需要吸附在皮肤上 再喷水,粘性就是方便这个操作 水准印贴纸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没必要,也是泡水20秒以上 用跟平时使用贴纸一样的操作 然后拿掉被,纸 什么鬼,隔着屏幕,拳头又硬了 因为本质是吸附皮肤,所以超级软超级巴 但是不会吸在印章上,所以就巴巴 我当时感觉我是一个被赶鸭子上架给蚯蚓做手术的人 我哭哭,算了算了,差不多差不多行了 我印章都要被戳坏了,转印没有问题 但是中了巴基的弄不平 后面和贴纸一样 刷子沾洗甲水清理多出来的部分 就这,真的有人不可因这气泡吗? 或许是我买的纹身贴太垃圾了吧 替代这个是,我觉得可以,但真的没必要 事业有真功,让专业的产品做专业的事情不好吗? 让TK带了评论最常见的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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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